这一生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敦煌 在这片行五十步穿越百年 行百步穿越千年的古城 去看看墨高窟的信仰 看看岳崖泉的顽强不息 看看这曾经的大唐盛世 枪敌何须远洋柳 春风不渡玉门关 因为这一首词很多人来到了玉门关 作文斯愁置了中西交通中转站 和西域门户曾有使者相望于道 商旅不绝于土的圣景 有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的辉煌 敦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那时敦煌是河西走廊的重要军事 和商业重镇在唐代 敦煌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也成为佛教一手忠心 唐代时敦煌的墨高窟就开始大量修建 至今墨高窟内保存有数千幅唐代佛教壁画 和数百座佛教石窟 敦煌是个神奇的地方 亚丹魔鬼城在它的西北角 与它相对就是佛教的艺术圣地 墨高窟天使和魔鬼在这里做到了遥遥相望 共生共荣 它就是赫赫有名的魔鬼城 也可以称呼它亚丹国家地质公园 亚丹地贸是一种典型的风石性地贸 其壮丽雄魂怪异和神奇 如果您不亲临其境是无法领略的 您看这里分布着各式各样的造型 奇特的风石地贸千字百态 像不像西海舰队 而这种美景是我们人类所不能创造出来的 只有大自然的鬼火神功 才能创造出诸多的雄奇瑰丽的景致 行走甘肃敦煌 除了观墨高窟外 要说真正美丽的塞外风景 当属沙西风而走响 踩一拳而无尘的明沙山月牙泉了 这里沙山与泉水共处 月牙泉被明沙山环抱 沙水共生山泉相依 成就了沙漠第一泉的奇观 沙泉共鸣 它永远不干河 永远不会被沙字掩埋 骑在骆驼之上 远眺越牙泉 泉边起伏的沙影如肌肤般柔滑 从空中服饰碧绿的越牙泉 泉水清澈见底 仿佛纤纤在沙漠中的一颗明珠 熠熠生辉 令人陶醉 展示了大漠独有的风景 浸显了满满的塞外风情 在历史上 敦煌还经历了战火洗礼 多次被外族征服和统治 但敦煌文化却在经历风雨和洗礼后 却依然独特鲜明 今天敦煌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 成为世界著名的刘圣帝之一 对很多人来说 敦煌作为一生中必去的打卡之地 不仅因为这里风景美丽 更因为这里承载着璀璨文化和千年的历史 敦煌历经沧桑 几度胜衰 步履来山的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历程 但敦煌依然辉煌 敦煌是一个能够找到人生意义的地方 如果您也向往敦煌 就暂时离开高楼大厦 城市的喧嚣 就挪动您的步伐 向敦煌出发吧 在古代太一 如果把皇帝制死了 会不会被赐罪呢 99%的人会说 不但会被赐死 而且呢 整不好呢 还会被诸九族 但是凡事呀 他都有例外的 明朝呢 有位太一 他连续治死了两位皇帝 本来最该临时处死 后来呢 得以善终 太一这个行业呀 有很大的风险 毕竟皇帝呢 太世人也会生病 唐义宗因为御医 没把他的爱女 同娼公主治好 杀了几十名御医 朱元璋因为马皇后的病 不见起色 也想杀光太一 还好马皇后劝了朱元璋 不得不说 这个大明朝的太一呀 生活简直是地狱级的难度 前有专章 后有家境 都是难伺候的主 太一中却出了一个传说 之所以是传说呀 就是因为他呢 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连续治死了两位皇帝 还能潇洒的离去 而且呢 还能善终 这个太一啊 他叫做刘文泰 他是江西上扰人 在成化年间 担任了幼通使 同时负责管理太医院的事务 突然有一天 明献宗 朱健身 生病没有上朝 全身看了 赵书才明白 原来呀 皇帝得了腹泻 要调理几日 调理就调理呗 结果大臣们呢 却前脚接到赵书 说皇帝啊 身体很快好了 结果呢 噩耗就传来了 皇帝驾崩了 这落差实在太大了 于是大臣们不干了 要查主治医生 也就是刘文泰 一查呀 还查了出来问题 因为明朝时期呢 给皇帝用药那是大事 需要留详细记载 以便于群臣查阅 刘文泰的罪名啊 是投计乖方 治允献宗 所谓投计乖方 就是用错药了 妥妥的是医疗事故 按理来说呀 犯了这么大的事 刘文泰呢 是性命堪忧啊 偏偏呢 老天呢 放了刘文泰一马 继位的是明孝宗 他是个好人 只是把他贬官聊事 然而呢 事事无常 明孝宗没有处死刘文泰 却不会想到 自己的命呢 也栽在他的手里面了 风风雨雨 十八年过去了 然后相似的剧情呢 又上演了 明孝宗呢 因为患上了感冒 而没有上朝 不久呢 这个明孝宗啊 就急召大臣去交代后事了 熬到第二天 明孝宗撒手人寰 明孝宗死后 吏部尚书 马文生尚书 要追查皇帝的死因 调查结果一出来 好家伙又是刘文泰 原来他不知道 怎么与太监章鱼 牵上了线 还坐到了太医院二把手 明孝宗得病以后呢 命令章鱼和太医院 讨论治疗方案 章鱼并没有走正常路线 而是呢 直接找到了和他关系好的 刘文泰和高亭和 不经诊断 就草草开了药 因为呀 这三个人 他们都有责任 自然就都是判死刑啊 但是刘文泰的死刑 却并没有被执行 因为他不仅和张瑜玩的好 还和这个谢谦 李东阳都有交情 谢谦二人是明孝宗 十分信赖的重臣 话语权非同一般 凭借这个护身符 刘文泰呀 死刑被改为流放 最后病死在了广西 得以善终 咱不得不说 刘文泰呢 他可真是个人才 搞关系的人才 观众木子 每天为您分享更多的历史知识 这里就是北京最牛的定则货了 也是奥林匹克公园 唯一一个六百多岁的古建筑 奥运会呢 为他差点延了期 水利方呢 为他向北移了一百米 他就是北京历史上的 五顶八庙之一的 北顶娘娘庙 相传呢 北顶娘娘庙呀 最初呢 是土地庙 后来因为明世宗的母亲喜悦而得子 在此呢 修建了一座娘娘庙 以感恩天赐皇子 北京市的北顶娘娘庙呢 位于朝延区的大屯北顶村 北林水利方 东林 鸟巢 在鸟巢最初规划当中 四周的建筑呀 是必须全部拆掉的 那么北顶娘娘庙呢 就在其中 2004年的8月27日下午三点 几个工人施工的时候 刚刚把庙门拆了下来 突然之间是昏天黑地 鸟巢附近刮起了一阵罕见的大风 据说呢 一股黑色的龙卷风 在半空中几乎席卷了整个水利方的工地 这个峰柱呀 有三四米粗 七八米高 这个旋风裹着黄沙 将工地围栏铁皮卷起了十几米高 狂风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疯狂吹来 大约呢 有20分钟之后 怪风在一座主体完工的 十一层大楼前渐渐消失了 气象专家称呢 这股突然起来的圆柱形怪风 为百年难见的成龙卷 但在北京的气象当中 已经有71年没有过龙卷风的记载了 狂风将整个建筑工地 移为了平地 但位于龙卷风 袭击的区域之内呢 北顶娘娘庙 这边呀 却完好无损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神奇 也感到害怕 所有人呢 就开始犯嘀咕 赶紧呀 离开工地吧 施工立即停止 就在停工的这一天 鸟巢和水利坊 晚上呢 就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停电 夜间有的人 惊奇的发现 北顶娘娘庙 这边呀 是灯火通明 但是呢 当时他们没有通电呀 当地人呢 都说这事是 北顶娘娘显灵了 工程师呀 连夜召集大会 开始研究 最终放弃了拆迁 相关部门决定 保留这座 具有文物价值的 明朝娘娘庙 并拨款呢 重新修建 为此呀 水利坊在原规划的基础上呢 向北移了100米 虽然这件事发生了 但是呢 它的真实性 还是有待论证 可能是巧合 也可能是天意 更有可能是一个传说 不过呢 经过了这些事之后呀 北顶娘娘庙呢 总算是被 完完整整的 保留下来了 之前发生的怪事呢 大家没有去追究 只能说大自然 真的很神奇 在娘娘庙 和水利坊的中间呢 还放上了一块 泰山石 很多人来到这里以后呢 都会和泰山石拍照 祈福 许下美好的愿望 今天牧子呢 也在这里许下愿望 愿看到视频的您 石来运转 偏健康 您收到了吗 收到了 打拨 收到了 听说呀 这块泰山石呢 放在这里 是为了镇压 北顶娘娘庙 施工石呢 挖出的几个蛇窝的 其名为泰山五行石 水利坊 王被修建 才停止了 这场风波 其实呢 所有民间传说呀 都不是为了吓人的 而是为了呢 让大家都有一个 敬畏之心 敬天 敬地 敬自然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观众木子 每天为您分享 更多的历史知识 感谢观众木子 感谢观众木子